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空调内极板的组成 首先这个位置是N 也就是零线进入 这个接电器 这段是火线进入 这段这个端子 就是给室外机主板供电的 这两个是保险 这个是压敏电阻 这个是插膜抗干扰电容 这个是给内风机 启动的电容 这个就是内部PG电机 接线端子 这段这个是内部风机测速的端子 这个就是应急开关 这个元件是内部MCU 控制它来控制电机速度的 这两个光偶 就是内机主板的通讯电路 包括这个电阻 这个二级管 这个端子就是S端子 就是黑线 与外机主板连接的信号线 这个是与外机主板连的零线 这个位置是与外机主板连的火线 这个插座是220伏输入 这个插座是变压器 降压以后输出 这个是四个整流二级管 整流以后 通过7812降压给机电器供电 通过7805降压给后边的MCU供电 这个是风鸣器 这个是它的管温传感器 是20K的 这个是它的环温传感器 是15K的 这有六个三级管 还有这两个端子 是用来显示和接收外部遥控信号的 这个端子是不禁电机驱动 也就是我们的百页电机驱动 是调整风向的 是用2003来驱动的 这个就是它的MCU 这两个寄电器 是给辅助加热供电的 外边接的是辅助加热的加热器 这个就是MCU的精震 当MCU不工作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查这个7805 是否有输出电压 因为7805的电压是7812输出的 如果7805有电压 就证明7812是正常的 前边的整流 滤波电路都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5V有 MCU不工作 我们就要检查这个精震 是否损坏 如果精震损坏了 MCU也是不能够工作的 当应急开关出现问题的时候 容易出现空调 一会儿开机 一会儿又关机的故障 当这个驱动风叶电机的 电路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查一下这个2003 以及前边的驱动信号 大多数都是这个驱动芯片的问题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